嗨 大家好 我是Veek 回用這樣子的開廠原因 簡單講就是 我忘記做開廠了 不過好像也不是重點 上一集我們將小阿魯的排氣管 更換成原廠了 還沒有看的人 記得要去看一下喔 來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發佈到現在 觀看次數有多少 你們可以看到 發佈到現在 觀看次數2000 觀看小時124 訂閱人數才1人 預估受益才120塊錢 你現在可以知道 YouTube有多難做了 雖然如此 但我還是繼續分享影片給大家 畢竟最一開始 我拍攝影片的初衷 就是把這些留給我小孩 同時也可以幫助到各位 所以今天的廢片一樣 也是處理這台小阿魯 不用多說 我們就繼續看影片吧 又過了幾天 我們要繼續用這台小阿魯 那各位可以看到 我有把一些料件都叫過來了 這邊是新的料件 這邊是破損的殼 然後這邊是好的 更重要的是還有叫一個貼紙來 因為殼 新的殼 它上面是沒有貼貼紙的 所以我們要把它貼一貼 這個是後面才會去做的事情 今天是10月1號 剛好外面是颱風天 我們一樣繼續慢慢的把這台車 把它復規修復好 那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比較簡單一點 我們先把行車記錄器的線路先拆掉 所以等一下我會先把這邊的車殼 全部拆卸下來 然後行車記錄器的一些線啊 線材 全部都用下來 然後新的殼我們就開始要慢慢的去復規 好作業 反正今天是颱風天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能用多少 我們就算多少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了一下要拆的螺絲 有這一顆 這一顆 然後下面 還有這一顆 上面的話 這邊還有一顆 這邊有一個那個塑膠扣 大致上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就來作業吧 這台車到時候 要把它洗一洗一下 先把之前的都先拆掉 配線的方式 我們到時候用我們自己的方法下去做 OK 整個就卸下來了 好我們也把這邊的油箱帶也拆下來了 我們就開始拆除這個線 這個是行車記錄器的線 我們到時候會用我們的SSR 所以我們現在把它拆除掉 每個人自己都有他自己一套的接線方式 我們習慣用我們自己的方式 到時候我們再來想一下 這台車要怎麼接 因為在拆卸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可以看到蠻多一些小地方的 OK 這是它的接地 其實這台行車記錄器還是可以用 所以我們先把它拆除 因為它只是鏡頭一些毀損而已 那我們可以先把它拆除掉 到時候我們再思考一下要怎麼進行走線 甚至配我們的SSR等等之類的 如果要用這台行車記錄器的話 就只是連絡廠商把剩下一些不足的地方配件 把它補齊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這一台還是可以保留著 有時候說真的啦 行車記錄器還是要安裝一下 真的要安裝一下會比較好一點 其實想要我能塞的地方說真的非常有限 我們再一個一個好好的去思考 要怎麼消去配線 這裡是它的GPS天線 把它線採除掉 黏得很緊 很好 OK 就是這樣子 它的線流好長喔 粉碧當初在裝的時候應該是非常的辛苦 用鏡頭我覺得到時候來檢測一下 有沒有霧化掉 如果沒有霧化掉的話 那我們還可以繼續使用 然後買配件就好了 OK 這一台有改那個軟排架 我是還蠻想要恢復成它原本的狀況 因為其實玩車玩到後面 還是覺得盡量原廠化 你保留原廠的樣式 然後去優化就好 我們剛剛稍微把線整理一下 這裡到時候我們會再把線稍微看一下 因為它有用改裝電腦嘛 那這邊還有一些是艾瑞斯的接頭 有一些灰塵等等之類的 那個黑色的那一坨 我手指的那一坨 這裡 這一個 這裡 這一定是方向燈的啦 這一定是方向燈的 你可以看嘛 連接到這裡 所以這整串應該是方向燈 好我們再把線繼續的去除掉 就大致上就差不多了 拆車殼不難鎖車殼也不難 最多只是卡榫斷掉 斷個幾次被師傅罵個幾下 你不但會拆了 還可以學會怎麼修復斷掉的卡榫 一回生二回熟 沒有人一開始就是會了 我們先完成這一部分 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些殼 還有舊的殼 整個全部移植過來到新的殼 包含貼紙都要貼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 很簡單 我們就繼續吧 好玩的事情就是在這裡 當你覺得看起來沒有什麼 當他就是會鬧脾氣給你看 不是 也不是 他不會沒有吧 不會沒有吧 哈哈 真的沒有 好 沒關係 好 我們確定 貼紙的部分是有點不對 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的貼紙版本 就是不一樣了 有沒有看到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趕快恢復 然後驗車 所以基本上 只要是色澤是紅黑 不要擦太多 那基本上驗車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吧 反正我們就先修復好 先還原好 到時候拿去驗的時候 真的有問題 就把貼紙換一換 較正確的過來就可以了 什麼樣的狀況都一定會發生 但是我們就盡可能的去把它做好 因為說真的 到時候這台車 驗車驗完了 過戶也過完了 我也會把它改變 我自己喜歡的 黑色的狀況 OK 那我們就繼續 先移植殼吧 即使我相信老天爺很愛我 每次修車子的時候 都會有點小驚喜給我 哇 不行不行了 這方向燈也掛了 都脆化了 你看 哇 這是什麼 好吧算了 我看一下另外一個 其實都脆化了 另外一個都一樣 好吧 我們就要加料了 很多東西就是多災多難 那沒關係我們就一步一步處理 人先用的我們就先用 大概是這樣子 不夠的就是焦料 沒辦法 繼續努力吧 就真的繼續努力 只是正努力 我是過了颱風天后 再來繼續努力 只不過這個進度 沒有什麼特別改變 好我們花了一點時間 先把一些車殼 先組裝起來 這一塊是先暫時含著 方向燈來的時候 這裡要鎖上去 那因為方向燈現在在等掉 所以等方向燈來的時候 裝上去後 再把這一個內裝的塑膠 把它裝上去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了 接下來我們還會繼續用其他的 就是先用多少就算多少 還是要等料來 那等的過程中 我們就盡量能用多少就算多少吧 OK繼續作業 接下來我們用這個頭罩的部分 那原本的頭罩在這裡 而且原本的頭罩我們有留著 因為這邊有幾顆螺絲 要把它拆下來 一直過去 唯獨比較稍微可惜一點是 原本是黑色的 這次是用透明的 那不過沒關係還好啦 到時候要換再看狀況吧 OK那我們大概知道後 應該沒有缺少什麼 我們就把它移植過去吧 換車殼其實就是 把舊的配件移植到新的車殼 這概念就是一種精神的傳承意識 沒有所謂的舊的不去 新的不來 因為舊的還是在新的上面 要移過去的配件 其實就是這個襯套 所以你就把它全部拆下來 然後再移植到新的風罩 再把螺絲鎖上去 你就完成這偉大的精神傳承 好我們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要用這一個 車頭前吐槽 要把這裡的襯墊挖出來 一二三四四個全部挖出來 沒錯 我們又開始重複的動作 把舊的四顆襯套跟鐵套挖下來 再裝到新的吐槽上面 接下來你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流程 好我們已經把這個扣子都用好了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吐槽安裝回去 安裝回去其實很簡單 它就是四顆螺絲而已 這邊有一顆螺絲 這邊有一顆螺絲 就先把它鎖起來就可以了 裡面等一下會有一個螺絲 安裝這螺絲 因為手套尺寸的關係 讓我不好施工 所以暫時先脫掉手套 鎖進去了 有時候戴手套就是不好用 還是要嘗試的習慣 一些藥劑你的手會吃到會痛 所以建議還是可以戴 就戴 來呀 換另外一邊 我們差不多快要完成了 只剩下一些料要過來 把這些料來後 這台車基本上 一些車殼的修復就差不多了 換到這一邊很神奇 我可以不用脫手套就可以鎖成功 這問題如果不是手套的尺寸問題 要不然就是人品左右的問題 慢慢快要完成了 過去這一台我們還會用它的前臂陣 因為它的前臂陣其實我蠻想要調整的 或者是我們會更換一些套件 填土除蓋 完成 那接下來我們剩下的就是等料來 大燈有幾個秤電要來 方向燈也要來 二殼基本上該要組裝的 先都用好了 破損的 我們就先放到旁邊了 你看之前斷掉的都要先留著 到時候都會用到 這樣子我們等料來繼續努力 我們來看一下 不小心摔到的地方 沒有怎麼樣 可是沒辦法 不小心摔到 還是要承認錯誤 沒有什麼力 所以沒有把後面整個扶住